在電腦頭前打氣瘡 所有科技發達 性別博力犯罪 沒多苦促在現實的生活 面對虛偽的世界 所謂博力犯罪一直增加 就算說行政員拿出很多修法 不過葫芦團隊認為說 這樣還沒夠力 像是拿炒火鍋在補不熟 A小姐她的信心影像5月被散佈了 可是沒有取回 到現在不斷的被瀏覽 所以你影像如果沒有即時取回扣住的話 或是國外的境外網站沒有下架的話 基本上這會造成被害很大的傷害 包含性侵害犯罪風遞法 犯罪被害人交保法 總共有四項法案在修正 現在已經算到入圓來的心意 不然就葫芦團隊表示說 粗案僅僅有精定 罪疾 體關行動 對這個事物的影像流出去 並沒有做事實來處理 我們好像在四個法 雖然大家都很努力想要讓 來保護我們這些性私密影像的一個受害者 可是總是覺得漏了 所以我想我們委員們大家都很仔細的再稍微比對 所以各個法要漏掉的地方 被害人要求賣移毒領域上 這就像舊在飛飛車 一樣在網路上要再補 服務團隊公介說 在過期七年來 總共有655件 所有性勃力的求助 只在今年一月到四月就超過70件 如果市面領域上多勞 要如何下架 發生在境外 移毒的機制要如何執行 政府要是要來到地上 記者 綜合報道